当前各地逐步进入复工复学 人员返程高峰 人员跨区域流动进一步增加 沈阳市域外输入风险持续存在 为最大限度保障广大市民生产生活秩序 沈阳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 2022年1月30号以来 江苏省苏州市来发审人员 2月8号以来江苏省无锡市南通市来发审人员 2月1号以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 呼和浩特市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来发审人员 2月14号以来 湖南省郡州市广东省广州市来发审人员 必须立即主动向社区村屯单位和酒店报备 上位来发审人员要在抵审前三天报备 并配合社区村屯尽快落实核酸检测 隔离管控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中高风险地区来发审人员的一律实施 14天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区来发审人员 进行严格的14天居家健康监测 省内外来发审人员均需持48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抵审后立即主动向社区村单位和酒店报备 并于抵审后24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 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 前进行核酸检测